就在几天前为您报导 在屏东墾丁海域 发现了有攻击力非常强的 公牛鲨出没 车程海域的相往养殖业者 一个多月来就已经陆续抓到三头了 这让很多的游客非常的担心 那么今天再度传出 又抓到了一只公牛鲨 不过呢 这一回养殖业者却低调否认了 重达三百二十六公斤的超级公牛鲨 缓缓被放到船上 这已经是这一个多月来 屏东车程相往养殖业者 抓到的第三只 由于地点十分靠近墾丁 也引起全国民众的关心 就在大家以为鲨鱼危机解除之际 突然记者在周四上午 接到相往工作人员的电话 指出又抓到了一只公牛鲨 但当记者赶到车程时 工作人员却又改口 就连肯管处人员也接到消息 赶来关心却也扑了个空 目前正值暑假 肯定海域满满细水人潮 却有公牛鲨在附近海域出没 危机四伏 一有个风吹草动 难免引起惊动 民事情报 宏明生屏洞报道